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老師有去過的人知道 它那個圍牆在這裡 它那個圍牆高度才一直留起來 所以有一個圍牆高度來看的話 然後另外一個是張老師 希望這邊留著一個廣場 所以可以留著這個地極線畫 張老師希望留一個廣場 因為那個方案熱的部分 現在兩公尺可能不是原來的 對 就是一米六 中國圍牆的一米六 是有一下現場的照片 那個有圍牆 就這張嗎 不是 現在看的是這邊 不是用這個 不是用這個 就是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沒有圍牆 它是以前排的圍牆的 就是陸底六 現在那個 現在那個薛老師問的意思就是 這兩個只是怎麼決定 就是前面的那個圍牆 就是有委員建議前面的圍牆的高度 做又觸容又側的距離 對 只有這樣子 對 只有這樣子 所以差不多就會剩下兩米 這個是比較不科學 就是它的那個最強 因為我看那個 當時我們現場委員會攤的意見 我的意見裡面也沒有提到 不過那個 劉老師的意見 有一個訊息就是 現場的那個建物的殘存牆面 所以直線為建 那個右側以增建空間 所以那個增建空間 所以我印象當中 我剛剛有跟那個薛老師提到 其實這邊應該是有一個院子的那個 那個勝訴 所以應該不是一個附座剛剛提到的那個圍牆 是 老師你提一下一次 它其實增建到這邊都已經垮了 這個部分都已經垮了 所以它的圍牆還沒有那個 外面那個圍牆的高度 所以它這樣畫出來大家也知道 到這邊這個已經會沒了 另外你們提的那個是有一個小房子 就等於它全部垮掉了 那個 這是… 所以 Yeonба說 我今天討論這範圍的不比地方 其實還有一筆在最北側的進路 � podem 我們有一個又翻展局的圖紙來查的話 有個176至2地號 一個非常小的地號 不到一平方公尺的第三種住宅區 也就是在這個位置 因為地域範圍太小 小到連圖紙都沒有辦法在圖紙上判別的話 這邊一定跟我們會說明一下 但是這個在最北側的尖角端 當然沒有歷史 現在的這個建築桌子在上面 但是就土地使用本區來講 它是第三種區來區 這邊有一個 請問一下 就是地域範圍上去 基本上在最北側的那個位置 現在在這個位置 可是那個 那邊有一條上坡的步道 還有階梯步道 是不是階梯步道的路線 你目前的圖示沒有看到那條步道 有那條步道的位置 但那條位置跟這個位置是有點差 對 但是我只跟委員會報告說 這邊還有一個不到一平方公尺的三角形的一個比賽中 有什麼建議 剛剛 對不起 對不起 我可不可以再請教一下 那個 只有1平方公尺不到的這個 1762 所有全人也是缺陷的嗎 拿到會議資料 還沒有辦法去 還沒有去洽地的單位去上 去查他這個土地所有全人 因為現在這筆地它如果被 因為剛好它是跟藍色左建築的第三種區 就是完全不得開的 就是說這個部分在化石的範圍的時候 就是跟各國委員提醒說 這邊還有一個不到一平方公尺的第三種主宰區 好的 現在因為太小 看不到那個 像這邊有一個1762地 是第三種主宰區 1762 1962 是不是 確認一下所有全人 我們現在已經請在辦公室的同學幫忙查一下 可以先確認一下所有全人是 可以相信 因為現在發行的一個比較精準的資料 如果這樣子 可不可以請委員會同意說 我們會後跟辦去確認他的所有全人的部分 是把它納入我們現在的保存範圍 我們再把它增補上去 所以現在 現在 因為我們在確認 現在在確認這樣 那針對南邊這邊兩個方案 有沒有指教老師還要再補充 到底是養公司為戒 還是弟子為戒 蘇老師有去現場嗎 主席 我剛剛只是建議說 我們是不是先確認它是不是歷史建築 因為這個有三星之二以上的確定之後 我們再來討論方案一個方案 那沒有問題 因為這個是不同的 那那天去現場 其實因為下面的空地其實他們有再另外蓋一些部屬建築 所以現況當然就是變比較混亂的狀況 然後我記得我們那時候委員的意見是 我們希望在建築本體留一個緩衝空間 這樣子以後再興建的話也不會太靠近 可是我也不太有印象說是幾米的距離 因為那次討論的時候 我們當分委員是覺得這個地方或許還可以有一些開放的可能性 那這樣地主的權益是可以部分被保存 但是要有這樣的距離是希望它不要太靠近建築本體 可是其實這邊是了為強的 而且這個本來也就是側面 就是他們的正面是在這裡 所以我記得那時候只是一個 要留一個環境資訊的一個想法 那副座剛剛的解釋意思是前面圍牆的高度是1米6 所以用這個1米6來參考偶射這個兩米的距離 但是其實它的潛淵應該在前面參考 老師那個還是回憶一下 最早大概沿這個下來 那沿這個下來的時候其實希望它一中基地裡面 其實也不是用34條 就是在同一基地裡面它開拉去看的時候 它有兩種好處 第一種是全部移出去 那另外一種是特別移到法院 其實跟34條沒有什麼關係 它反而面積很大 所以才留這個畫到這裡 但後來大概建商跟那個部分所有的人就告 告了以後法院就有道理 就是說這旁邊根本不是 當然它以前的整個穴的主要的範圍大概是在這裡 前面還有一個那個風水池 所以它其實是這個是最原始的 那好 那所以才來看 看了有兩個 就是一個就是我們張老師提的 這邊 現在擋貓了 但是我們可不可以留設圍牆 另外有一個當然就是 依照一部分的委員講說 圍牆 反正剩下的殘疾帶 看起來這旁邊就留一點點給它 好 副理就請各位老師就參著我剛剛這個發言人的意見 我們先處理他的身份問題 我們先就身份的問題先處理 然後再看後續地級查的情況如何 各位地級查結果已經出來了 主要就是缺佳和吉他還有善良先生 還是一樣的 好 那我們是不是先處理第一個階段 那是不是那個票有先發了還是 好 那我們先處理第一階段 好 我們先處理第一階段 請各位老師參與我剛剛發言人的意見 來自配看小組的建議 請問各位老師 我們來把架槽商品 你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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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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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是沿着这个侧围墙 用前面围墙的高度1.65来做参考 由是侧围墙的一个报复距离量 那我们是不是就正对这两个方案 也要进行投票 那我们投票方式是不是请就哥说明一下 好 那一天去盛盘的时候就是因为那时候考量所有人的意见 那由于下方的增见也已经就是状况没有非常好 所以其实我以为你一直觉得说的确可以不要划设太多 可是那时候我印象中有请文化局有没有可能掉到以前的空角度或等等 因为现在两公尺有一点没有太多利用 对那所以是有没有因为你用围墙的高度去拉寬度也很奇怪 对所以我就在问说他有没有什么 因为那时候因为我记得我的意见上面会写说 我也确认缘迴墙的范围 就表示那时候我们有看到有一点点残骸 所以想说有没有可能是可以依着那些残骸 找到以前可以划设一个比较有道理的范围 那小一点也没有关系 因为用地形图画其实也不是那么合适 那所以我才想说问一下 还是说其实掉不到就不需要 所以最后那如果是都没有的话 我觉得那还不能就是流舍缓冲范围就好 就是说为了保存建筑物问题 而流舍缓冲范围的利用 会比以为想1.6公尺高 而来流舍2公尺来的更听起来比较合理 就是这边做一点建议 就是小一点的范围到底要用什么方式 去说明为什么我们这些建议是这样化的 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再装作一下 好 第二个有没有 因为现在那个刚刚 那个只是铁库在回应的时候 目前我们的说法 我们的方案是确实如这个 那个王文元所说的 右侧方位右护楼外墙推2公尺为界 较低范围来小达到缓冲之目的 对 他没有做其他的讲述 好 那我们是不是就投票的方式 是不是 所谓单位说明一下 对 他们都不得了 好关键 好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那优科有在讨论说 我们怎么 因为还是要符合三分之二 那我们是不是先就 刚刚比较多的讨论缩小 方案二来右先投 大家是不是同意方案二来投 然后投完看比例之后 我们再看方案一 针对这样的情绪 老师们有没有其他的建议 好 那我们就先投方案二 看方案二部分有没有 答三分之二 好 那我们就麻烦各位老师 谢谢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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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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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